欢迎来到帕妈Lucy生活频道分享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亚马逊总裁新欢有什么魅力 从巨星老公到豪蒙男友 每个新前任都超有来头 尽管离婚会给亚马逊造成不小的损失 但是贝佐斯还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这条路 同时有媒体爆料 他和朋友的妻子桑切斯已经秘密相恋8个月的传闻 桑切斯虽然是因为贝佐斯离婚案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 但是他的个人情史感却是不止于此 桑切斯的前男友各个都是很有来头 从国际巨星到首富 有钱的和有颜值的男人都爱他 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为什么亚马逊总裁的新欢 这么会有这么有魅力呢 与媒体爆料 桑切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活泼的人 他的兴趣爱好 也是从开直升飞机到做新闻主播跨度非常大 独立个性有自我的旅人 对男人的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 其实桑切斯的现任老公 本身就是亚马逊总裁贝佐斯的朋友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与群分 能成为朋友的人大体都是一个阶层的 因此对于桑切斯来言 无非就是从一个豪门跳进了另一个豪门 对于旅人而言 嫁得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本身的所在层次 当里的朋友都是有钱人的时候 嫁入豪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桑切斯一直活跃在上流社会豪门层 除了和亚马逊总裁贝佐斯这样的超级富豪关系很好之外 每一个前男友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上图中左边的桑切斯曾经的男朋友 身高1米93的Henry Simon就是美国的知名演员 虽然没有看过他的影视作品 但是这个外形和颜值一看就让人感觉心发露放 上图右边的身高196的橄榄球运动员 托里也是桑切斯的前任 在橄榄球领域也是一个明星球员 这位就是桑切斯的现任丈夫 也是好莱坞知名的经纪人 能够和亚马逊总裁成为朋友 采利自然是不必多说了 他和桑切斯还共同养育了两个孩子 曾经生活也是非常幸福的 这样看来圈子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亚马逊总裁贝索斯稳作福布斯富豪榜榜首 身家高达1997亿美金 资产远超比尔盖茨 他拥有38000平方米的那个豪宅 和6500万美元的私人飞机 挥挥手就是几亿美元 57岁直接飞到太空 他抛弃相伴25年的原配妻子 却豪挣1.65亿美金 购置顶级豪宅 只为博新欢一笑 接着我们就来聊聊 这个全球最流的电商巨头 亚马逊帝国创始人 CEO贝索斯 作为全美最大的电商公司 亚马逊的名头 想必大伙都不陌生 而贝索斯作为亚马逊帝国的老大 身价更是一路飙升 直接将比尔盖茨挤下首富神坛 蝉联四届富豪冠军 这位老哥不仅坐立了地球上的生意 他直接把眼光秒伤了太空 2015年贝索斯的蓝色起源 太空公司成功发射火箭 并且将来回收 他和特斯拉的创办人马斯克 开启了一场富豪之间的比拼 看谁能把女客送上太空 好家伙 原来有些事真的能上天 不过大伙别看贝索斯 现在流鼻哄哄还能飞天 但他这首富的宝座 可以说完全是靠前期保下来的 时间驳回到2019年 那会儿钱包早已鼓起来的老贝 在自个儿兄弟 怀特塞尔的介绍下 认识了兄弟老婆 美艳斗人的桑切斯小姐 没错 这人把自己的老婆介绍给了老贝 在收割来人这一块 桑切斯屡是可谓死死拉链 这个旅人既有手段又会玩 而且还会开飞机 光这一点就足以让 从小就赏上天的贝索斯 春心荡漾了 他马上将相伴了25年的 原配妻子麦肯齐包朱老后 将桑切斯展开热烈追求 没几个回合 两人就一拍即合 双双出轨 那位戴尔兄弟 直接傻眼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 我略我自己 为了讨 心欢开心 老贝花1.65亿 买下了占地 38000平方米的顶级豪宅 这笔交易可是直接创下了 洛杉矶地区的 房产交易最高记录 真是千金买的美人一笑 很快老贝出轨的消息 标上了新闻头条 原配麦肯齐果断提出了离婚 让人诧异的是 他居然主动放弃了 共同持有的多数亚马逊股票 和所有华盛顿邮报 以及商业泰昆公司的持股 他把这些都统统留给了贝索斯 要知道按当地法律 麦肯齐完全可以获得贝索斯一半的财富 即660亿美金 成为全球第一旅富豪 他并没有这样做 他的慷慨 让贝索斯保证了世界首富的位置 老贝被他感动的留下一把老泪 还公开对他表示感谢 实在是无比深情 然而有头就和新欢秀起了恩爱 这会儿可能就有人就会说了 人老贝之前肯定是对麦肯齐还不错的 所以他才会舍弃财产 保住他的首富地位 那您就可错了 老贝和前妻在一块的时候 完全就是只铁公鸡 这位富豪离婚前的作家 是一辆本田雅阁 在亚马逊成立初期 他和麦肯齐只是租房子住 即使后来创业成功了 贝索斯也只是投资了一些房产 丝毫没有一振千金的豪气 但你心里有桑切斯在一起后 老贝对房子的要求瞬间就飙高了 一般的豪宅完全无法满足他 要买就买最贵的 大伙看看这座豪宅 每一件家具上仿佛都写着 我很贵 花园苗圃温室 网球场游泳池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一个高尔夫球场和大型赛车场 而且自从和桑切斯搞到一块 咱们老贝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大风突变 接下来大大伙瞅瞅这两口子不太躁的恩爱事儿 以及世界首富的游王修炼之路 前方高伦建议戴夫摸起 之前和贝索斯和的是模范夫妻 但现在他和桑切斯就是火辣辣的热恋小情侣 两人走到哪儿都要留下打卡痕迹 一会儿深情对望 一会儿紧紧相拥 时刻开启连体阴影模式 秀恩爱那叫一个高潮 为了讨桑切斯欢心 贝索斯开始疯狂 女精灵妹 砸下了不少真金白银 好家伙和前去约会室散步 和新欢就坐私人飞机 据说他俩经常在贝索斯 价值6500万美元的大飞机里 共度二人世界 好不快活 除了疯狂买房买地和这些奢华的约会外 贝索斯也一改马龙的形象 开始变得游历又露骨 以前前妻麦克奇 他说他十分优秀聪明 而到了新欢这里 则是我的心在变宽广 我在为你准备心理的位置 我想紧紧抱着你 想纹你的唇 我爱你 我真的爱你 说老贝还是会主动给桑切斯 发情索裸体自拍 我是贝索斯的首期 我作证这是真的 而且这位首富的改变可远不止这些 他一改 往松垮随意的穿衣风格 肉眼可见的骚气了起来 逐渐有了霸道总裁的伴 他一步步变成了网络社交小冷手 以前朋友圈发的都是理工蓝币被照 现在却都是以女明星的自拍照 与女友的甜蜜看秀日常 休闲的秀度假照 其实怎么着也得出本书吧 还真出了 书名就叫我为何能俘获总裁的心 我的驾驭总裁 绝对直接标上亚马逊榜单第一 请大家注意 话说回来 这位曾经百战的首富 为何会在这边项链迷失自己 关于这一点 吃瓜观众可谓是众说纷纭 有人说 他是被桑切斯下了墙头 不仅跟陪伴自己多年的妻子离婚 又厉又夸张 也有人说 这位富豪大概是想着自己都快六十了 还能谈上小情侣的恋爱 何乐而不为 干脆就放回自我 暴露暴露本性得了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关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